其实如果你这样子完全没有任何注解 会看得非常的不清楚 所以我是建议 未来如果你写完程式之后 你可以模仿像这边写好的 我先把这一段 假设先加上注解 那什么叫加上注解 就是说在每一行的上方 加上一些叙述 叙述的前面呢 如果是加单引号的话 那表示后面那个是注解 注解意思是不会执行到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写给你自己看的 后面东西就是说 如果你写完程式之后 但是你会怕忘记说 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的话 那你可以在上面加一行叙述 那比如说下面这一行是 那个回圈范围 有没有 那前面我习惯是加一个1234 反正step1234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往下推 那就比较不容易说将来写完 你又忘记了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后面这些文字叙述 不见得要写跟我一抹 因为注解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那也就是说呢 你以后你可以用你习惯的语言 或者是语法 你反正看得懂的方式去撰写 那字的多寡 反正每个人习惯不同 像我之前看过有同学 就写了洋洋沙沙写一堆 可不可以啊 没有问题 因为写给你自己看的 只是说你不要在上面写个散文或小说 那就麻烦了 城市里面奇怪 反而城市比那个里面的注解还少 那当然就有点奇怪了 不过这OK 我觉得OK啊 反正有些东西没有说一个字式 我觉得说你在基本的规范下 你有很多的弹性 OK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方选部分 那方选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希望做出来的结果 插入函数 能够得到一个使用者定义 就这个东西 按确定之后 他会跟你要一个资料 资料在这里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OK了 就是说意思不是按按钮 而是从这边插入函数 就有点类似像之前 我们使用函数的方法 只是说这个函数 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 有点像量身定做 当然工作里面 如果有很多地方 你都已经写好 那个制定函数的话 那工作就结束了 那是很方便 而且如果将来 你给别人使用 那别人也可以很快把事情做完 那这个公司的战斗力 竞争性就会非常的高 所以像我刚刚给各位看 那个金融保险业 他们其实对这方面很在意 所以他们很愿意 花大笔的 那个就是训练费用 在这部分 因为为什么 他们希望每个员工 都能够学会这些东西 不然的话 你说现在金融方面的资料 每天一堆 像那个股市高高低低的 这些资料 那你怎么分析出一个规则 我如果用眼睛看 我看真的分析师看到眼睛脱窗了 可能都还不知道到底 而且金融不是只有台湾 全世界的资料都有 那你说要看多少网 几千几万个网站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靠自动化 得到了结果 至少可以帮助你 很多省掉很多麻烦 也就是现在很多金融业 可能他们在争人才的时候 反而甚至把VBA 程式设计列为它必要的一个专业技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方选写出来 一 这个部分的话 我先把那个 这干脆把它重来一下 这个假设我把这个删掉一下 方选重来 要怎么样做出一个制定函数 第一个的话 就是插入程序 给一个名称 也许叫删符自创函数好了 那特别注意 它的形态一定是方选 OK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 稍微记一下 这个一定要是方选 然后按个确定 按个确定就OK了 第二个的话 我们 就是要跟他要一些资料 跟谁要资料 跟使用者要资料 那怎么跟使用者要资料呢 可以透过 这个刮户里面跟他要 比如说我给他一个什么 你给我一些资料 那我就把那个资料的这个名称输入上去 再来的话 他给我资料了 这个跟前面SAP最大不一样 SAP是自己去抓 那方选是跟使用者要 两者不一样 那方选比较像 跟你互动之后丢结果给你 那SAP是什么都不会问 反正就是直接就跑完了 那这哪个比较好呢 各有缺点 那这来的话呢 我们就想 如果说他已经给你资料 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参考前面的这个逻辑 当然我就是在资料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钱刮户 所以A等于什么呢 去那个用VBA的E3函数 去找什么呢 找有没有钱刮户 有没有钱刮户 所以去哪边找 资料里面找 所以这个资料可以把它搬过来 逗点 找什么 找那个钱刮户的位置 那B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 刚刚一样 把它复制 这边改成B 去找什么 找后刮户的位置 打错了 应该是 这个是钱刮户 所以这个要很小心 那再来的话呢 一样嘛 如果 所以其实这个可以拿来这边 这边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丢回来丢给谁 丢给他自己本身 不是丢到B 所以这个地方把 他自己的名称 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来 OK 那其他如果 这个 这个可能要改 这个的话呢 就是改成什么 改成资料 因为 再把他给我的资料 做切割 切割完之后呢 丢给这个函数本身 那函数再丢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就OK了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程式 就几乎大功告成 不过这个好像太右边了 太右边把它 再倒车回来 Shift加Table 把它倒车 OK 程式应该这样写 就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 插入函数的时候 有没有这挂 OK 你把资料给他 他回来之后都按确定 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结果OK 但是 会多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是这边 他是零 你想说 为什么是零呢 而且都是没有资料的情况下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边跑下来之后 只有有资料 有找到刮户的时候 才会丢这些东西给他 那没有丢的话 他预设值就零了 所以有两个做法 一个做法是什么 你干脆 在第一行的地方 可以先给刮户自算里面 一个什么 初始值 它本来是零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没有东西 这样子的话是第一个方法 应该可以懂 那个逻辑吧 如果你改这个的话 你又不要再放到这边来 打个勾 OK 这样就OK了 第二个方法 就是多一个逻辑 就是说如果 所以 刚刚是一重逻辑 第二个方法是 这边可以加个else else就反之的意思 就是 这边是执行 如果上面条件为true的时候 这个是为force force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搬到这边来 这样也OK 就是说如果它有钱瓜糊 就帮我切割 如果它没有钱瓜糊 那就帮我把它丢个空的 这样也可以 那当然呢 两种写法 感觉上应该 刚刚那个写法比较简单 不过这个写法主要是 顺便学一个 if 除了一重逻辑之外 以后如果你有两重 就是true也要处理 false也要处理的话 那就要加个else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制定函数 画面还给各位